六年前的零二零六大地震 造成臺南永康區圍灌大樓倒塌 而歷經了多年的重建 昨天上午正式完工 取任臺南市長 現任副總統的賴清德 更是親自出席 獻上祝福 新大樓取名出雲居 也有出運 運氣由壞轉好的含義 請剪裁 剪裁一次之後 象徵圍灌舊地址 新大樓出雲居正式完工 六年前的一場大地震 不只震撼的臺南人 也震稅了圍灌住戶的心 歷經六年公司部門的合作 住戶終於播雲見日 也特別感慨 當時的大地震造成多人死亡 救災完後 更湧入四十幾萬筆的善款 在現任副總統賴清德 擔任台南市長時 執行救災善後復建 通過都根審議 合發建築執照 讓大樓原地重建 二十二號上午 副總統賴清德 更親自出席完工儀式 獻上祝福 有道是大地無情 但慶幸人間有愛 所以我今天來參加這個盛會 除了要跟祝福恭喜以外 其實我內心是滿滿的感激 要特別祝福 我們所有的祝福 未來能夠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零二零六大地震已屆滿六年 圍觀重建後落成典禮 更是重要的里程碑 雖然原圍觀大樓住戶有七十四戶 選擇離開這個傷心地 但也有三十一戶要重新搬回來居住 圍觀在這裡受挫 也將在這裡再站起來 記者文聖恆 探討報導